造價不菲的鋼鐵人1比1模型 樹立在門口 氣勢驚人 帥氣程度破表 一旁還有給小朋友玩的迷你鐵道 加上咖啡廳桌椅 典雅裝潢讓人心況深移 但說出來可別嚇到 因為這裡其實是一間當鋪 最近漫威系列的英雄 都還滿紅的 就想說弄幾個 大家都知道的放到這邊 對 客人看到也可以拍照 進來也不會覺得怪怪的 有別於一般傳統當鋪 大大的當字 簡單的招牌和說明 卻讓人有距離感 業者看準這一點 砸下了重金加上一點巧思 除了在門口招牌 用華麗顯眼的霓猴燈 吸引目光 店門口也效法百貨精品招牌 超有質感的設計 鋪上中英文 要消除一般民眾 對當鋪的陌生和恐懼 因為一般當鋪看起來 都讓人壓力很大 可是這邊看起來很親民 自古以來 傳統當鋪都是小小間的 然後燈光暗暗的 我打算這間就是 我們弄得比較舒服 像咖啡廳 也會讓人家感覺到比較親切 進來也不會有那麼有距離感 一張張和鋼鐵人的合照 不少民眾路過 就因為裝潢實在太特別 都會忍不住 走進來問老闆 可不可以合照 就算沒有要消費 老闆也是大方歡迎 也會有過度客進來的時候 可不可以跟鋼鐵人拍照 然後也會在FB 幫我們宣傳大咖 而根據統計 桃園是北台灣 當鋪密度最高的縣市 光是這個路段 短短600公尺就有四家 競爭相當激烈 但業者堅守當鋪本業 還做得更專業精緻 把店面大改造 靠著精緻化轉型 來吸引客人 要在當鋪市場中 殺出重圍 創造新商機 接著牛市場環境 桃園報告